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1年11月2日 星期二 這次真的是一個大消息 因為 歐盟 以及英國 加拿大 土耳其 烏克蘭等 還有列子敦士登 32個國家 由今年的12月1日起 就會取消給中國的貿易罪惠國待遇 其實之前已經有8個國家 所以總共有40個國家 取消了中國貿易罪惠國待遇 這真是很大的消息 10月28日 中共的海關總署發佈 關於不再對輸歐盟成員國 英國 加拿大 土耳其 烏克蘭 和列子敦士登等國家貨物簽罰 普惠制原產地證書的公告 就說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 普遍優惠制 原產地證明書標籤管理辦法 自從2021年12月1日起 對輸禍歐盟成員國 英國 加拿大 土耳其 烏克蘭和列子敦士等 已經不再給予中國普惠制 關稅優惠待遇國家的貨物 海關不再簽罰普惠制原產地證書 普惠制 全名是普遍優惠制 GSP 是發達國家 給惠國 給予發展中國國家及地區 產品 在最惠國待遇上的基礎 對進口關稅進行削減或免除 原來土耳其烏克蘭也是發達國家 而中國是發展中國家 根據中共黨媒人民網的報導 近年來 越來越多國家宣佈對中國普惠制畢業 取消普惠制待遇 中國出口貨物 已經不能憑普惠制原產地證書 享有關稅優惠 其實之前有幾個國家已經宣佈取消 輸去俄羅斯、哈薩克斯坦、白俄羅斯 歐亞經濟聯盟成員國的貨物 簽罰普惠制原產地證書 意味著甚麼呢 原來在中共眼裏 俄羅斯、哈薩克斯坦、白俄 都是發達國家 而中國 只是 發展中國家 發展中國家 所以 這一節真的有時間說了 說之前記得支持 六部曲 按like、點擊廣告、 建設性留言、社交媒體share、痛擊五毛 訂閱我們的Patreon 星期二日報後備頻道 月費贊助 當然我們真的要賦予 因為我們 早幾天收到 有一位 我們知道他的經濟環境 不是很好的 他也說堅持要給月費我們 我們說不行的 我要退回給你 不收得你的錢 因為 我們知道在這個武漢肺炎 由去年三月份肆虐 很多地方封關 我知道他收入受到很大打擊 當然 好像他的 個案的人 不止一個 所以我覺得 我真的是一個賦予千萬不要入錢 你們 可以用一個免費模式 幫我們 看我們的廣告 點擊廣告 或是share給朋友 我們已經謝謝你了 由於這個經常受到YouTube打壓 我們收入 下跌了 所以我們最近加強了 廣告 希望大家 多多包含 看的時候沒有那麼順暢 不能一氣呵成 希望你們 不要介意 多多支持 說回我們11月6日的網咀 星期六則 今天已經是星期二 很快 再過幾天就是了 報名 因為秘書 出門幾天 我現在 約我13圍堵 沒有掌握到實際數字 應該差不多了 接下來 就會跟大家 見面 Uncle G也沒辦法 簽證搞不定 他來不了 下次才可以跟大家見面 下次才可以跟大家見面 不過也會來的 不過來遲了 袁爸爸是會來的 我們到時會 閉門會議 說回這個正題 今年3月 美國聯邦共和黨參議員湯姆·科頓 一班資深的議員提出了中國貿易關係法案 要求取消中共 享有一個永久性正常貿易關係的地位 PRTR PRTR 即是刺少中國永久最惠國待遇 回到2001年前的體系 這個法案如果通過 美國就將依據傑克遜 雅尼克修正案的規定 每年 對中國是不是符合 最惠國資格進行評估 也就是說 中國每年獲得美國總統批准 才可以享有最惠國待遇 這個就是我們才提出 真疑 科頓等議員提出的法案列出了侵犯人權 以及貿易行為的清單 如果中共存在著這些行為 就將失去最惠國待遇 包括設立 號稱培訓中心的集中營 未經囚犯同意 強行逼他們體力勞動 或者就進行思想改造 中共當局的最惠國待遇 是當時是由時任總統 林頓這個傻子埋下的 對華的貿易赤子出現了 憑法式 美國幾百萬的製造 工作的機會就流失了 我們想跟大家說一下 中共 中共 一直以來他的貿易行為都是十分之惡劣的 尤其是他在這幾年富有了之後 又制裁南韓 又制裁日本 又制裁美國 又制裁澳洲 今年在澳洲就基本上是一種打壓 是一種以大欺小的打壓 是一種 欺凌 所以 他的這個做法 我覺得 全世界都不應該再給予他最惠國貿易待遇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最惠國的待遇 是一個發達國家 給予一個發展中國家 中國已經號稱 是全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他們甚至乎聲稱是多少年之後要超越美國 甚至乎取代美國的地位 一個世界第一個強國 世界第一個富庶的國家 你們還要當他是發展中國家 首先已經不對勁了 哈薩克斯坦 你有中國很有錢嗎 俄羅斯 你的經濟 只是及是一個廣東省的 你憑什麼資格 都會給予人家最惠國待遇 femme 把俄羅斯窮到窮 你有甚麼資格 我想問 烏克蘭 窮到連航空母艦也要賣給人 連航空母艦也要賣給人做賭船 你有甚麼資格 你們全部都是死窮欺 在中共眼中 你們又沒有錢 又花不起 中國已經很有錢了 不需要你們死窮鬼 給予最為國貿易待遇 所以這次他們的做法是對的 全世界應該都取消這件事 因為 你們簡直 是 是自取其辱 人家的錢 多得都花不了 肥到蜜都穿不下 你還擔心他不夠肥 還希望儲肥他 說出來 你真是很好笑 這件事 早兩天發生在土耳其 土耳其 有一些敘利亞難民在街上買香蕉 他買了幾斤 然後其中有個男人走過來罵他 指著他們罵他 我們連一條也買不起 你一買就買幾公斤 就開始爆發罵戰 這件罵戰出了之後 有一群敘利亞的人 在Facebook Post他食蕉的照片 我們就進行抗議 事後 令到一個土耳其的青年被殺 這件事發展成一個種族的衝突 一個民族的衝突 土耳其人當地就要求 不要再接收這些敘利亞難民 因為原來 在伊斯坦堡有大量的敘利亞難民在 他們說 他們的生活 過得更比土耳其當地人覺得好 土耳其我們去 今年年 年初其實去過10天 不過當時我們也不敢向外公佈 因為 土耳其本身跟中共也是很友好的國家 我們也怕在那裏 一旦被中共發現行蹤就會出事 所以 我們也不敢公佈 到現在 我們也找不到之前 特意我們拍了一些影片 不過要找回才行 我們 知道土耳其 本身那個問題也挺嚴重 而且 里拉跌得很厲害 土耳其里拉 之前是很高位的 最近跌得很慘 但是土耳其樓價 原來伊斯坦堡是全世界樓價升得最重要的地方 原因當然是量化寬鬆 貨幣貶值 還有 有一大群難民 反而炒高樓價 我想不明白這是甚麼原因 為甚麼 一群敘利亞難民可以炒高樓價 這個 真的要再向當地的朋友問一問 我們看到 這個情況跟現在 這個中國一樣 你原來 沒有人那麼有錢 你的生活過得那麼結局 你還要去 給予這個最惠國給中國 當他是發展中國家 現在他是最發達國家的中國 中國已經告訴你他是全世界的第二大經濟體 他已經取代日本了 成為No.2 大家想想 你會不會需要給予日本最惠國待遇 當然是不需要 日本入口的產品 你要不要給他 當然是不需要 當然要收回正常的關稅 所以 根本要關稅就不適合 在這十幾年來 中國那麼大的發展 除非你騙人的 中國還是很窮 我們還有6億人 每月的收入是超過1000元 不是 不是 你對外宣稱是很有錢的 那麼你的錢那麼多 多到花不花 那麼你是不是應該要做些事呢 是不是 所以 歐盟 27國 加上這幾個國家 烏克蘭 買棺材 買棺材 英國 加拿大 土耳其 烈茲敦士登 這些泡沫小國 都膽敢看小中國 你們這樣 加上他價就行了 現在中國那麼有錢 加上他雙倍稅就差不多了 這一節時間我們先說到這裡 那麼多賤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